刚毕业那会儿啊 因为特别喜欢动漫 所以想去日本工作 但是只用了四个月 从零速成日语二级的我 显然是低估了这个难度 简历发出后 的确有个日企HR电话通知物去面试 但是我那三脚猫的日语 考级还凑合 真刀石枪比划起来 直接把对方干懵了 可以说是鸡铜鸭脚 陷入了极度的尴尬 最后啊 对方不得已 只好用日式英语 大声地重复了好几遍 No come, go home No come, go home 劝我不要来了 有人说 人生就是场记性表演 我们是这个舞台上 唯一的主演 而导演命运 他能给我们的道具啊 经常不是你原本想要的 亲爱的伙伴们 请问你们是喜欢香蕉 还是喜欢黄瓜呢 假设啊 我们都是猴子 当你想要香蕉的时候 导演偏偏扔给你一根黄瓜 请问你如何面对呢 当年啊 我放下了去日本工作的香蕉 接受了导演扔给我的黄瓜 国企进了银行 IT部门工作 而且我的前半生里啊 一直遇到这种 被迫记性表演的情况 进入银行后 我以为离财富越来越近了 终于能发大财 却被导演扔来的一根烂黄瓜 打了个门棍 买啥亏啥 作为银行工作人员 我居然能买啥亏啥 不仅黄金基金亏钱 还在补市上被割了千禧年后 第一波韭菜 见证了07年 6000点的高台跳水 打工几年的钱 全都打水票了 来最近几年跟我一样 亏过钱的举个手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韭菜的团队 还是很大的 好在呢 天无绝人之路 我发现了一个 也许能改变韭菜命运的途径 就是CFA注册金融分析师 听说有了他 不仅我韭菜的命运能改写 而且还能去总行随便挑部门 从IT转行到前台做业务 于是我就像抓住救命的稻草一样 一口气把这CFA三级给烤了下来 还顺手考了北大的金融学硕士 凭借这几个光环呢 金融韭菜的逆袭新剧球 总算可以打开了 但是啊 IT部门的领导 他还是不待见我 认为他对本职工作没啥帮助 只不过好几个培训机构 开始邀请我做金融讲师了 所以说啊 在场的各位 如果遇到领导不待见你 不用此刻 咱不妨考虑一下 即兴发挥 发挥我们别的厂出 那说回我的金融讲师之路 也是在各种的即兴表演啊 一开始根本轮不着 我这个菜鸟讲师上台 但是很多同学反馈 说我用段子的方式讲的内容 比那个周本宣科的老师 有意思多了 从政策市场的国益掰手腕 到金融八卦 到资产配置实操最初 学员们跟我说 他们终于找到了点感觉 投资啊 不再听风就是雨了 慢慢的 在这种鼓励声中 我居然获得了自信 从韭菜摇身一变 成了韭菜保护大使 而这一转身 就是十几年了 这个新剧本啊 一直持续到今天 就在我受到越来越多的 鲜花掌声 终于想要死掉银行工作 去闯荡天涯时 导演却突然把多年前 我想要的那个香蕉 扔给了我 总行派我去日本吧 当年那个岗位可是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手握各种证书 和挫子里拔将军的日语 再加上看中我学习能力 破格提拔我的前东京行长 我居然成为了唯一的幸运儿 从后台到前台 从基层到管理层 一举实现 升职加薪和出国 就问你动不动心 好吧 我就像大家预测的一样 被这个导演又收买了 再次踏上了争承 因为我相信导演他有时只是在考验过 日本四年的生活呀 的确是快乐和充实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像我一样 从韭菜剧本里走出来 实践金融技能提升 我创建了一个非营利组织 倾心学舍 那是个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年代 我们呀就像是觉醒年代里 这种海外华人意气风发的场景 涵盖不同国籍的职场人士 邀请他们呢 将自己擅长的领域 比如金融 IT 领导力 医疗 慈善事业 分享给大家 并将我们共同创造的课程和活动收入 捐赠给了国内的慈善组织 最回煌的时候 光理事会就有29个人 预约的讲师和课程呢 也都排到了三个月后 我的价值在2015年的东京大放光彩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能把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合二为一 这个剧本还不错 但是呀 好景不长 日渐壮大的学舍 遇到了管理层的内部纠纷 一个本身就不盈利的机构 在失去爱的发电之后 直接自由落体 看着那些曾经并肩战斗的理事们 居然会为一点小事 而互相指责埋怨 造成一片混乱 我感到极度的自责和难过 面对学术工作几千鸟的未读消息 我选择视而不见 开始把烂当驼鸟 是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香蕉 剧场导演他再次给了我一根黄瓜 而且还是个烂黄瓜 两年后啊 我决定辞去了工作13年的银行 远赴澳洲和美国读商学院 当时所有同学都不看好 外来的亚裔女性创业 而我堵着一口气就是杠上了 不仅把起薪学社搬到了澳洲来 还从NGO变成了盈利性企业 股东呢也扩展到了中美印澳四个国家 我们今天现场就有我的股东啊 我的股东就在后面 一顿美好的设想充分地规划后 就等毕业后跟这个跨国新团队一起大干一场了 然而恶作剧导演的道具 他还是又来了 二零年初百年不遇的澳洲生活 把我熏回了国 由于假期时间很长啊 我就去了十多年没回的姥姥家 武汉叛亲 结果就遇到了千年不遇的新冠疫情 没错 我刚抵达的第三天 就被光荣地封在了武汉 什么情况 我当时就想说 导演啊 您有必要这么精准地捕捉我 跨越万里把我按在这五指山下吗 终于等我出来了 全世界又开始闭关 这次无论是澳洲还是日本 我都回不去了 好样的 总导演还得失眠 这意想不到的黄瓜啊 真的是虽迟必到 那怎么办呢 肌肉记忆让我迅速思考 非要把我困在这儿 那就只好用这个新剧本去试试了 这一次我幸运地遇到了国内百万粉丝的财经大位标格 从22年初到现在 我把这些年所学的金融和商业知识 通过网络和标格一起 带给了数百万的粉丝和学员 不仅把当年起心学社的小火苗带回了中国 而且还通过互联网把它发扬光大 看到评论区学员们的鼓励和感谢 让我觉得呀 这一切的努力和坎坷都是值得的 当年在日本用那个稚嫩的肩膀撑起 在澳洲又被天灾险些扑灭的起心学社 终于又在我的故乡中国复活 正当看似安稳下来时 新挑战又来了 过去自媒体的生涯中 幕后工作才是我的舒适圈 但是总导演呀 肉扔给我一个新剧本 走到台前面对未知的评价 今天的我能够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接受大家的评价 就是这次新剧情的开篇 起心学社呢 也从单纯的宏观经济分析 拓展到了让人不惧时局变化的 人生设计课 而灵感就是来源于我这边走边看 没有最优解的人生态度 我的人生记性表演呀 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就连那个命运多舛的起心学社 也经历了十年跨越三个国家的风雨飘摇 险些扑灭又不断的重生 通过这些年我的历练 我发现在人生的剧场上 剧本意外更换是大概率时间 我们想要的香蕉案 导演却经常扔给我们皇冠 尤其是当下 新的经济周期中 无力迷茫失控感才是常态 我跟大家一样 在出发的时候 压根不知道导演会如何演绎 也不知道会扔给我什么道具 当然有些人可能跟我不同 得不到想要的 会一直跟导演软磨硬泡 想各种方法 非要到那只香蕉不可 这种坚韧不拔 不达目的 不拔休的品质 的确也值得我们尊重 但是往往人生的剧宝 它并不是线性发展 很多年前 导演扔给我们的那个黄瓜 其实也都是未来香蕉的催化剂 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 建议大家先别着急 失望和抱怨 而是带着自己探索的小火苗 接受这个黄瓜 至少咱再往后看一探 说不定你想要的那个香蕉就在后面 这未尝不是另一种生命力的形式呢 就像水一样 一种泰然自若的随性智慧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一样 愿大家呀 都能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 但同时也接受导演给我们的新剧本 一起来寄兴表演起来 把生活过得 做得更好 as a cucumber